歌手华晨宇第一位帮唱剧说是邓紫棋,怎么样期不期待? 歌手华晨宇第一位帮唱剧说是邓紫棋,怎么样期不期待? 华晨宇在歌手唱的每首歌都给人不同的感受,总是带给我们惊喜。 齐天,孩子双结棍,我管你,毅燃易爆炸,山海,家禽僧,平凡之路,我。 听齐天真的让我很有感觉,超棒的改编,浓重的中国风元素,热血的说唱,空灵的吟唱在花花超高水准的演义下彻底燃炸了。 这首堪称惊艳,令人惊喜地取掉旋律歌词《长腔大赞》。 孩子,拥有超强改编功力的《花晨宇一改原曲》的低沉感,用柔和细腻的诉说角度进行演绎,还独立创作了一段新版旋律与原版无缝对接,为歌曲贴上《花晨宇》标签。 《花晨宇》改编双结棍戏曲《R.A.P.和花式摩音的柔和》,听完简直打开任督二脉。 《花晨宇》,音乐是做给别人的就没那么纯粹了,我要对得起我自己。 《我管你》,个性彰显从歌名就可见一般,现场演唱更是张力十足,极具爆发力,带来视听冲击,让人过目难忘。简直霸气侧漏。无法不着迷啊。 《花晨宇》改编成立的毅然一爆炸,演唱《忘我投入》,气场十足,简直太惊艳了。 《女花腔》高音的加入更是营造出一种歌剧般的感觉,每一句演唱都很抓眼了。 《山海》这首小众的歌曲经过《华晨宇》的精心雕琢后,又一首极具个人特色的摇滚作品诞生。 摇滚少年通过音乐呐喊初步低头不服输的倔强,撞出了人们心底的共鸣,我给不起,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,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。 《华晨宇》改编的架行僧虽然失去了原作的律动和洒脱,但是这种把力量从外转向内的方向无疑能表现更多的真实,让人听到了他心底纯粹的声音。 真实碾压一切。 《华晨宇》在做《平凡之路》,迸发灵魂新片。 《叠荡不凡的人生路》,寻找着《静女平凡》,《华晨宇》以不凡致素的音乐改编,刻画小人物之大能量。 《音乐之外》,似在说着《平凡的世界》,《音乐之中》,却以浩瀚声海塑造不凡,真实表达众人心声,精彩演绎了具有丰富情感的人生之歌。 据剧透,《华晨宇》在突围赛中,唱了张国荣哥哥的《我突围成功》,进入总决赛了。 《华晨宇》在常规赛中拿到三期第一,二期第二,二期第三,一期第五的成绩,期待他在总决赛的两首歌并拿到好成绩。 上级歌手,李健和歌手总决赛帮唱嘉宾月云鹏的搭档新鲜又好玩,歌曲改编演唱带来无限创意和话题,据说邓紫棋会成为花花的帮唱嘉宾。 如果真的一起合作那也会很赞的,毕竟都是90后的扛把子。 还有人期待华晨宇和莫文贵的,感觉两位一起会合作出很神奇的音乐剧。 我觉得只要是他选择的,我们就会全力支持。相信他做的一切决定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